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讲过这个龙的算法 我们通过这个算法 我们大概知道了哪张牌对这个重龙是最重要的 那么现在我们给大家算一算这个猫 哪张牌最有效 哪张牌没有用 然后我们怎么算 这个猫和重龙这个性质是一样的 首先是要抓三张牌 抓三张牌才行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出现三种情况 嫌 嫌抓三张牌八点 我们出三种情况 八点一般来说 大部分情况下 这个嫌如果抓到八点 一般都赢了 对吧 因为这个只有九点 或者是八点能打合 九点能赢 我们这个八点 所以说我们当嫌抓到了八点的情况下 我们几乎就是可以认定 我们这个猫已经保住了 除非这个庄在补成九点 这个情况可能不太多 有一种情况就是 嫌补到八点之后 庄不补牌了 像这种情况呢 这个其实对我们比较有利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都是五点 对吧 那我们这个嫌补了一张牌 那庄不补了 所以呢 这个对我们都是挺有利的 所以我们先分三点讲 第一点就是天牌 出现天牌呢 都是不能再补牌了 这个这个是一个首要条件 所以呢 这个你排不能是八不能是九 这个一开始不能是八 所以呢 这个我们看一看 这个时候呢 九就比较重要了 对吧 如果抓了个九 因为零比较多嘛 抓了个九抓了个零 那这个八点的机会就 嫌就没有了 不能抓牌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八点和九点呢 对这个 我们这个 抓到猫呢 就不太有利了啊 或者坏一种角度说呢 这个这两张牌呢 走掉的越多 对我们越有利啊 但是呢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想一下啊 这个因为 他本身有一个嫌是零点 必须补牌要补到八点 这么一个 抓猫的一个方法啊 所以这种情况呢 我们不能像我们抓龙一样 龙八点是最没用的啊 我们这个呢 虽然也存在天牌的问题 但是八是还是挺有用的啊 我们之后还在讲啊 但是我们讲 九是最没用的 在所有的这个 这个 抓猫的里啊 九是一张最没有用 是一张最没有用的牌 所以呢这个当九走掉的时候呢 是最有用的 对我们最有利的 所以呢 呃 我们在不考虑其他情况下 我们在考虑天牌的时候 1234567890啊 这个时候是一样的 我们不管他 这个时候我们九 是一张最没用的牌 所以当我们这个牌呢 呃 看出九走掉了很多的时候 我们压龙 呃 鸭猫都是最有利的 啊 鸭猫呢 特别是鸭猫啊 九走掉最有利的 因为补牌呢 这个 出现九的情况啊 不可能补成猫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呃 九和另外一张九 加起来才是八嘛 对吧 鸭已经出了九点了 他不能再补成八点了 对吧 所以这个这个 最后一张补牌啊 这个 九是肯定是不行的 啊 这个时候我们确定了 而且呢 就还有种可能就是说 他出现了天牌 九和零出现情况下 无论是张 无论是鸭啊 都不要补牌了 所以呢 呃 这个时候九是最没用的啊 我们先记住啊 这个当我们算牌的时候呢 九走掉的越多啊 这个是对我们猫越有利的 好了 呃 这个天牌讲完了啊 呃 再一个讲呢 就说是这个 在弦单方面补牌的情况啊 先不考虑 不考虑装啊 弦单方面补牌的情况 啊 很多人觉得呢 可能是不是这个 呃 六和七啊 是最没有用的 因为出现了就不补呢 啊 不是这样的啊 跟讲最没用的牌呢 是这个呃 反倒是零一二这三张牌啊 这三张牌没什么用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这个当弦啊 出现这个呃 补牌的时候啊 当他出现这个 六啊 七八这三张牌啊 我们就会发现呢 补牌的时候呢 这个零一二啊 这个补龙呢 不可能出现补这三张牌出现龙啊 所以呢 当这个呃 弦出现六点的时候啊 他不能再补两点了啊 所以呢 如果这个剩下的牌中呢 呃 有很多两点 一点零点 这个是没用的啊 我们不是说这个出现六点七点啊 这个没用 而是出现我们补牌的第三张牌 是哪张牌 这个没用啊 所以呢 这个一开始出现的 无论是什么牌啊 如果是小牌的话呢 这个我们再补补大牌啊 这个是是一样的啊 但是出大牌的时候 我们不能补小牌 所以我们这个小牌出现的机会 呃 太多啊 不好啊 特别是这个这个呃 零啊 一二啊 这个呃 我们这三张牌呢 但一和二的几率呢 是要比这个零的大的啊 就说他这个这个没用的程度啊 二是最没用的 如果出现六啊 还有这个 然后呢 是这个一啊 然后是这个零啊 这三张呢 都是没用的牌 所以呢 这三张牌走掉 走掉的多啊 对我们其实是有利的啊 这个呢 是我们这个单方面考虑 呃 这个 闲能不能补牌啊 这个 这种情况啊 这是我们第二种情况 呃 那我们第三种情况呢 考虑是说 这个 我们闲啊 补牌能不能补成八点 这种情况 我们看一下呢 哪些牌有用 哪些牌没有用 这个时候我们想一下呢 呃 哪三张牌有用呢 是三啊 四啊 和五 这三张牌 它相比来说呢 比这个六和七有用啊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三补五啊 五比 五 五补三 这都是八啊 四和四啊 这个补也容易出现八 所以这三张牌出现的几率高呢 这个三四五一定是要补牌的啊 对吧 所以这三张无论怎么出现呢 剩的比较多啊 他们呢 对一个对这个 闲补成八点都是有利的啊 所以我们假设一下这个 因为零是比较多的嘛 零抓到三啊 补个五 零抓到五补个三 零抓个四补个四啊 所以这三张牌呢 无论是这个哪张先出 哪张后出 对整个的补牌呢 都是比较有利的 然后呢 我们再考虑一下这个六和七啊 呃 六七这两张牌呢 他的这个牌力啊 啊 计算的牌力肯定是要比三四五弱的啊 为什么呢 虽然是说这个 零到五都补牌啊 那出现零出现一啊 出现二的这个 出现一出现二这种情况呢 我们先不讲出现零 因为零和八呢 八是叫很独特的牌 我们单独讲 我们先讲六和七 如果这个闲啊 出现零一一的时候 我们补牌补六和七补到八点啊 这个和三四五是一样的 但是呢 为什么说六和七这两张牌比三四五弱呢 因为六和七如果先出啊 他比较多 他如果先出的话呢 这个就把我们补牌的机会给打断了啊 这个就像我们说 这个零一二没有用一样啊 六和七先出来的话 零一二多的不补牌了啊 所以呢 这个 一二啊 和六七 就是一加七等于八和二加六等于八 这两种排型呢 这个是要比这个三加五和四加四要弱的啊 因为三加五四加四怎么都出 他是有两面出的 呃 一七和二六呢 只能说是一二先出啊 六七后出可以 六七先出呢 一二再出呢 一二也不会出了 对吧 所以呢 他这个这个出现龙的机会 出现猫的机会呢 要比这个三四五啊 要小 所以在同样的牌里呢 这个三四五是非常重要的啊 这个恐怕是比较三张重要的牌 好了 我们呢 最后讲一下这个 呃 八点啊 八点是包括这个弦补牌啊 和这个装弦同时补牌的时候 我们都要涉及到八啊 特别是那个装弦都补牌的时候呢 这个八是一张非常重要的牌 啊 呃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 呃 在这个龙里面啊 我们不希望八和九啊 八和九是天牌啊 在猫的时候呢 我们也不希望八和九啊 因为这个八呢 也可能造成个天牌 不补牌了啊 呃 但是我们考虑一下啊 因为这个弦呢 这个这个猫是八点啊 所以我们存在一种可能性 就是零八 啊 我们刚讲了这个三五啊 四四这个组合呢 是是最好的 他无论呢 哪边先出 哪边都可以补啊 但是呢 这个一七二二六就不一样啊 只能是一二先出啊 补六七啊 不能是六七先出补一二 呃 八点也是这样的啊 八点呢 是这个一定要零零先出补八才行啊 但是八先出补零呢 就不可能发生的啊 呃 但是我们想一下呢 这个出现一二点几率高呢 还出现零零的几率高呢 对吧 呃 我们知道出现零的几率高啊 不仅有三七四六啊 这个二八 还有呢 是这个两个零出现的情况啊 因为这里排呢 零是比较多的 他有四张 所以这种情况呢 补八 他这个 因为零出现机会大嘛 补八 八这样排呢 相对来说是比较好一些啊 他比六和七好一些 所以我们就发现在三张牌里呢 通过这个闲单方面补牌呢 八肯定是比六和七有用的啊 这个时候呢 也就证明了我们刚才说的啊 呃 这个没用的牌里呢 二和一呢 比零更没有用啊 呃 这个大家都明白啊 但是呢 我们最重要的讲一下是这个 装弦两边都补牌 这时候八的作用啊 这时候就凸显了啊 我们看一下 这个补牌的时候呢 呃 我们弦肯定是要补了 对吧 呃 不补我们也不谈包了 我们补牌之后啊 假设说我们这个牌出现了零零啊 我们补到八啊 这个时候呢 装我们看什么情况啊 装如果是零一二点 那都不用说了啊 这个装是打死的补牌的啊 他都有补成九的可能啊 我们就不谈 我们谈一下呢 这个装是三点啊 这个是这种条件性补牌啊 我们发现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零抓到八 装是三 这个时候装是不能补了啊 因为这个八点是停牌啊 其他都要补 所以这个时候呢 八的优数就在于呢 装抓到三点 他没有机会再补这个六点了啊 我们弦已经稳赢了啊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呢 是装是四点啊 弦抓了个八点啊 这个零零补成了八 这个时候呢 呃 装是四点 装也不能再抓了 对吧 呃 你就是就是稳赢了啊 下一种情况呢 装是五点啊 这个时候你也稳赢了 因为装八点的时候 这个不能补牌了啊 呃 装是六点 我们抓八的时候呢 弦也不能补牌了啊 那装七点更不用说了 对吧 这个 就是说我们一旦 我们一旦零零补成了八 在几乎这个装所有情况下啊 呃 就是在这个条件性补牌情况下了 三四五六 七 七是不补牌的 这种情况下我们都不能补牌了啊 所以我们有一定的优势 那我们和六七比 我们可以看一看呢 呃 这个 如果说呃 闲是一点补到了个七点啊 那这个时候呢 装三点有补 有补牌的情况 他可以抓个六点补成九啊 我们输了 把猫吃掉了啊 这个装呢 如果是四点情况下呢 他补个五啊 也可以吃掉我们 呃 装是五点情况下呢 他补个四啊 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吃掉啊 装是六点的情况下呢 啊 说的不好听啊 我们这个这个 补了一个七点啊 我们是八啊 他一个六点再补一个二 怎么办呢 他们还是能 能吃掉我的啊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呢 呃 明显很明显的啊 八点是要比 六点七点更重要 甚至说呢 呃 比三四五啊 这三章呢 可能还要重要一点 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的是补牌的情况啊 呃 但是呢 这个呃 在这个 显是否补牌啊 一开始补第一张牌的时候呢 呃 八点呢 是没有三四五重要的啊 他只有一半的优势啊 只有是说在这个零零出现情况下 才补八 八出现情况下呢 是不能补零的啊 好了 我们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整个有用的牌啊 这个从最有用到最没用的顺序 给大家排一下啊 呃 这个顺序呢 讲的是这个对猫有帮助的牌啊 但是真正我们算牌的时候呢 这些所谓有用的牌啊 啊 我们希望它不出现啊 我们希望没用的牌都出掉 剩下的是有用的牌 我们是这个打牌呢 是看着跟这个呃 出猫啊 和这个我们看牌是相反的啊 这点我们切记啊 好了 我们说一下哪张牌是最有用啊 第一个梯队呢 是三四五八啊 这个是第一梯队最有用的牌 然后呢 第二有用的这个梯队呢 是六和七啊 这两张牌呢 是第二有用的啊 呃 第三梯队的呢 是这个没用的牌啊 没用的牌呢 是这个012啊 这三张是没有用 第四梯队的呢 最最没有用的呢 就是这个9 啊 这个呢 我们也跟大家讲过了啊 呃 如果大家有兴趣呢 我可以再讲一下这个 每个梯队的哪张牌啊 这个 他的这个这个作用啊 啊 首先说我们这个第一梯队的四张牌啊 三四五八啊 最有用的牌呢 我跟你讲是三啊 为什么呢 这个 三和五 我们知道这两张牌是一样的啊 互相补牌的 他们的是比四有用的 为什么呢 因为出现一个五补一个三 出现一个三补一个五啊 四的话呢 要同时有两张才能组成一个四啊 所以出现一个四呢 下一个四可能机会比较小了啊 所以呢 这个三和五是比四啊 稍微要这个重要一点点的 但是如果一定要说三和五呢 三的重要点就出在于呢 他在补牌的时候啊 有几张牌啊 比如说这个五和六啊 特别是装饰五点情况下 闲出了三 装是不补了啊 所以他就这个 呃 像这种机会呢 如果是这个装是五 咸是五啊 咸出一个三 直接把装赢了啊 装就不会有机会补一个四啊 所以凭这点看呢 这个三是最有用的啊 五是第二啊 然后呢 四是第三啊 八呢 是第四啊 因为八存在这个 呃 零和八啊 这个咸不能补牌这种情况 所以呢 把他这个优势减弱了啊 这是第一题对啊 第二题对呢 六和七呢 我觉得差不多啊 基本没什么区别 要说有用呢 这个七比六啊 有用这个一点点呢 呃 零一二这个 我们已经说过了啊 这个 这个 有用的程度呢 是这个 呃 零 啊 然后是一啊 然后是二 零稍微点用呢 是因为这个零比较多啊 出现零补 补牌补到一张八点啊 这么一个原因啊 九是最没用的啊 这个我们无论怎么讲啊 在龙和猫里面 九都是最没用的 好了 所以呢 我们现在这个顺序就完整的排好了啊 啊 我们再给大家重复一遍 三 五 四 八 七 六 零 一 二 九 啊 就是这么个顺序啊 呃 有用到没用的顺序啊 但是在真正我们再跟你说一下啊 在我们真正看牌的时候呢 我们看哪张走掉啊 就是我们出现的牌越多 我们越要打猫啊 那这个时候呢 我最有用的呢 啊 在这个角度看呢 就是九啊 九跑掉的越多越好啊 然后呢 是二 然后是一 然后是零啊 最有用的三和五呢 我们不希望他跑掉的太多啊 浪费的太多啊 好了 这个呢 和我们看完龙 怎么打龙的这个朋友 那个看完之后呢 应该对这个方法有些了解啊 我们算牌呢 就是这么算的啊 跟龙的性质一样啊 如果呢 这个呃 你要看不太懂呢 你可以去借鉴一下龙啊 我跟大家怎么说算牌的方法 这里呢 就不重复讲了啊 好 谢谢大家啊 希望大家呢 这个呃 都可以踊跃的这个留言啊 订阅点赞啊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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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期再见